3、2、1 回转寿司列车启动 古华国小小朋友早就等不及 赶紧挑选自己喜欢的寿司 一口塞进嘴里 屏隆恒春基督教医院儿童关怀活动 今年来到春日香古华国小 学生们开出的愿望清单第一名 就是回转寿司 为此恒春基督教医院 不只找来专业寿司师傅 更在校园里打造回转寿司餐厅 好吃 这个活动不只是让学生们吃寿司 他们还必须依照自己分配到的使用额度 去选择并计算吃了多少寿司 借此机会让学生有更多元学习 每一个活动当中 都会把这些学习的元素放进去 让小朋友不是只是 吃些东西玩乐些东西 他们在当中能够有一些 很生活化 对生活上很有帮助的 很实质帮助的一些的学习 有关卫生教育 还有感恩教育 也一起在 孩子们在有关运动保健的这个部分 来这个参与 由于古华国小学生 大多是跆拳道跟柔道选手 本身是复健科专场的 恒春基督教医院院长宋慧 教导孩子们如何预防运动伤害 让他们健康的迎接 儿童节的到来 迎新闻巴朗 屏冬春日 抢不到